美国股市依旧崩溃 台股今天怎么办 面对血流成河的股灾 股民如何自保 请看央视一分钟 各位观众早上好 这里是眼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 我是主播视网摩 来看今天的晨间新闻 受到中华民国大陆地区股市崩溃的影响 中华民国台湾岛内的股市 昨天持续重挫 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同样失控 逼近33元大关 国际权威分析师指出 近期民众千万不要购买外币 因为汇率贬值走势 最终恐怕会让钞票变成名值 7月半刚好可以烧给自己 不过台股一片绿油油 新政院宣布国安基金准备进场护航 近来台湾岛内国防部 因为全台直升机农场观光收入大增 因此更有本事护航 将会派遣数架阿帕奇直升机 运载贵富团朝台北市区撒钞票 所以股民不必过度担忧 而中华民国台湾领导人 马英九也对台股十分的关注 苦民所苦 人积几积 人腻几腻 断定表示 我管定了 领导人并且呼吁国民 如果一股赔掉太多 可以再买一股 立法院长王津平则表示 立法院面对台股崩盘 理应义不容辞出手相救 相信我国股民在明年大选 会继续迎向新的经济支柱 毕竟绿色对投资人来说实在不讨喜 好了本节新闻就是这样 更多新闻您还可以订阅 央视的YouTube频道 或是Facebook 我们再会 本节目纺龙